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市政府答应他们的部分要求后 抗议者散去 广西消息 北海银滩头白虎头村村委会主任许坤15日被警方拘留 理由是他非法占用国有停车场并收取停车费 涉嫌非法经营罪 许坤的法律顾问刘薇表示 该停车场由白虎头村村委会经营 与许坤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他认为许坤被拘留的真实原因 是他通过网上发帖等方式高调反对拆迁 广东消息 佛山南海区一名20岁的谢姓男子 星期天晚上 在餐馆和市场内持菜刀连砍6名年轻女子后坠楼身亡 目前6名伤者中有2人伤势比较重 还在医院抢救 这是近期发生的第6起杀人事件 前5起事件已经造成17人死亡 50人受伤 深圳消息 不久前被北京司法局吊销律师职业证的维权律师唐吉田 星期天晚上准备从深圳罗湖出境时被当局阻止 边境警察称他们奉上级命令不举他出境 但未出示任何依据 上海消息 正在上海世博会访问的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克罗斯 星期一表示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阻碍交流已经成为贸易障碍 应由世贸组织解决 克罗斯还表示 上周他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时 也提到了这一问题 香港消息 星期天在香港举行的五个区立法议员的补选选举中 五位来自公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全部重新当选 但这次选举投票率只有17% 引发民主派对特区政府的谴责 因为在投票前 特区政府官员纷纷公开表示不会前往投票 立法会内亲北京党派更是抵制这次补选 另据香港明报报道 香港特首曾殷权表示 会协助民主派和中央政府直接沟通 曼谷消息 泰国反对派红山军领导人卡迪亚将军 13号头部中榴弹后已经在17号不治身亡 人们担心这将导致红山军和政府军的冲突升级 在过去五天 政府军和红山军的冲突中已经有37人死亡 首尔消息 韩国中央日报星期一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华期间 拒绝向朝鲜提供超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框架之外的援助 此后 金正日取消同中国领导人一道观看朝鲜血海歌剧团公演的《红楼梦》的安排 紧急返回朝鲜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北明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